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达尔文的海鸥进化轮的意外启示 达尔文的海鸥听起来像是某种新型的海洋生物 实际上却是我们伟大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其进化轮研究中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 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意外启示 首先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 强调生物是如何通过适应环境而进化的 虽然书中并没有专门提到海鸥 但在它的观察中海鸥的行为和适应能力却为它提供了许多灵感 想象一下达尔文在海边悠闲地散步 突然看到一群海鸥在海浪中翱翔 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一闪发光 似乎在向它展示我们是如何生存的 达尔文可能会想 这些家伙真是天生的飞行员 难怪我总是觉得他们比我更有风度 海鸥的适应能力让达尔文意识到 生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 比如某些海鸥会根据食物的丰富程度 选择不同的觅食方式 而在恶劣天气下 它们会聚集在一起 以增加生存的几率 这种灵活性正是自然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趣的是达尔文的观察不仅限于海鸥 他还注意到其他动物的行为 比如雀鸟 龟类等 都是在不断适应环境中进化的 这让他意识到 进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 而是一个充满竞争与合作的生态网络 那么达尔文的海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首先 他提醒我们在面对变化时 要像海鸥一样灵活应对 生活中总会有风浪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翅膀迎风而上 其次 他也让我们明白 适应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 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最后达尔文的海鸥还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在进化的道路上 幽默感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谁能想到海鸥不仅是飞翔的高手 还是进化了的代言鸟 所以下次你在海边看到海鸥时 不妨停下来 想想它们背后的故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拜英斯坦的袜子相对论与洗衣的奇妙关系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看似与科学无关 但实际上却能引发深思的话题 是的你没听错 今天我们要把相对论和洗衣结合起来 看看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如何在生活中与袜子打交道的 首先爱因斯坦的袜子并不是普通的袜子 传说他有一个独特的洗衣哲学 他从不洗袜子 而是选择在每次穿完后直接扔掉 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相对论的体现 在他看来 袜子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他对宇宙的理解 毕竟爱因斯坦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 而袜子的清洁程度似乎也可以是相对的 想象一下爱因斯坦在他的书房里 穿着一双看似有些破旧的袜子 手里拿着一支铅笔 正在思考光速不变的理论 此时他的袜子可能正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和他的大脑一起探索着宇宙的奥秘 或许在他看来 袜子和相对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时间和空间的交织 探索不相关却有密不可分 当然爱因斯坦的袜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启示 在追求伟大理论的同时 生活中的小事也不容忽视 就像相对论告诉我们 观察者的视角会影响事物的本质 袜子的清洁程度也可能因缘而异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 袜子只是一个工具 而不是他追求真理的障碍 最后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结束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如果爱因斯坦的袜子能说话 他们可能会说我们虽然看起来有些藏 但请相信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让伟大的思想得以流淌 所以下次当你在习房里看到一双袜子时 不妨想想爱因斯坦 或许他们也在默默支持着你追求知识的旅程 总之在因斯坦的袜子不仅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我们理解相对论的一个有趣切入点 希望大家在追求科学的同时 也能不忘生活中的小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加利略的星空 望远镜与天文派对的奇遇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加利略和他的望远镜 这个故事就像一场天文派对 充满了惊奇和幽默 首先加利略 咖利来这位意大利的科学家 简直是天文学界的派对之王 在17世纪初 他用自制的望远镜 像是拿着一把神奇的钥匙 打开了宇宙的大门 想象一下 加利略在他的实验室里 兴奋地对着望远镜大喊 哇 月亮上有山脉 这可不是我家后院的土堆 他发现月球表面并不是崩华的 而是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山脉 简直像是宇宙中的一块大笔 接下来加利略的望远镜 不仅仅是用来观察月亮的 他还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 后来被称为加利略卫星 想象一下 加利略在夜空下指着木星 对他的朋友们说 看 那四颗小星星 就像是木星的孩子们在围着爸爸转圈圈 这可真是个天文派对 木星就是那位受欢迎的父亲 卫星们则是围绕着他的孩子们 当然 加利略的发现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信任接受的 教会当时对他的观点感到不安 认为他在挑战传统的宇宙观 于是 加利略就像是派对上 那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被迫参加了一场审判 他在审判中被要求放弃他的观点 加利略却机智地说 我可能会闭嘴 但我仍然会在心里转动我的地球 这句话简直是科学界的经典反击 既幽默又充满智慧 最后 加利略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探索就像一场派对 充满了惊喜和挑战 我们可能会遇到不理解的声音 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 继续探索就能在浩瀚的宇宙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时 记得加利略和他的望远镜 想讲一下他在那场天文台队上的欢声笑语 或许你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甚至是灵感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分享一些科学史上的奇妙故事 我们聊到了达尔文的海鸥 这个进化论的意外启示 爱因斯坦的袜子 相对论与洗衣的奇妙关系 以及加利略的星空 望远镜与天文派对的奇遇 这些故事不仅有趣 而且蕴含了深刻的道理 首先 达尔文的海鸥教会我们 如何在生活中灵活应对变化 这一环境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爱因斯坦的袜子则让我们明白 生活中的小事同样重要 甚至能为伟大的思想提供支持 而伽利略的故事则告诉我们 虽然会遇到挑战对 虽然会遇到挑战 但只要我们坚持信念 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 在这些故事中 我不仅感受到了科学的奥秘 还看到了生活的幽默 科学家们的生活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小烦恼和趣事 正是这些幽默的瞬间 让我们更加接近他们的思想 有时候 生活就像一场实验 我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实验条件 才能得出最适合自己的结果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让你们想起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经历?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 探索更多有趣的科学故事 期待你们的精彩发言 谢谢大家收看六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s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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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